高雄市有一个过动儿小男孩 他居然自己去搭公车 在车上不断的胡闹嘻嘻 开车的司机报警处理 不过这小男孩一点都不怕 最后还大闹警局 独自一人大闹公车的过动儿小男童 在司机和好心的远景写力之下 被带回派出所 不过从此刻开始却成了远景的噩梦 你不会开窗路啊 你开窗路要干嘛 小朋友相当的不安分 在警车行进间不停的开窗户拉车门 甚至到了派出所之后 简直就像进了游乐园不停的东奔西跑 他在派出所就是看到电脑的滑鼠 他就按滑鼠这样 其实到处每一台都是啊 对每一台 然后那就是几乎都不能 不能很安静的坐下 直见小朋友在每台电脑前不停的乱按 还跟办公的园警抢公文 甚至拿起所长的安全帽戴在头上 长达四个多小时花招百出 让所里的每位园警都累得人要麻烦 就一直在玩我们的电脑啦 然后拿我们的公文啦这样子 所以派比较多的园警来保护他这样子 最后总算联络上小男童的母亲 赶来派出所领回 才让小男童安静了下来 也让整个下午充当保姆的园警 终于松了一口气